好 剛才說了 我們講的重點是位置 為了要帶出我們的學習的叫做位移 位移 位移就是位置的移動 從角位置移到以位置 位置的移動 如果用坐標表示法 起點在s1 中點在s2 位移就是s2-s1 delta s 我給各位的第二張 第二張學習單的最後面 我就有做說明了 如果你有去寫 有看的話你就知道了 我這樣最後面就有跟你寫 這叫做所謂的位移 位置的移動 從角位置移到以位置 delta s 我說過了 你畫的delta代表的是改變的意思 改變的意思 OK 叫做這樣做 數學上這樣做啦 不過我們很少用數學做 我們通常都是憑感覺做的 憑感覺做知道答案的 很少真的用數學去做的 然後重點是位移是一個向量 是有大小 有方向 就是我們做的第一張學習單的砲彈 你還記得嗎 要炮彈 要講出要走哪一個方向走多遠 才會打到那個雕法 所以那個移動就叫做什麼 位移 位移 然後重點是跟他跑多高有關係嗎 沒關係 中間稍微偏有關係嗎 也沒關係 就是開始在這裡結束再來 然後要走多遠走什麼方向 對 要有大小的方向 所以以後考試如果問你位移 你要回答幾件事 兩件事 你要告訴我大小 還要告訴我什麼 方向 所以位移叫做向量 就是講到他必須要彈到大小 也必須彈到方向 這叫做向量 位移是個向量 所以位移的示範 這樣子的位移是多少 這樣子位移是多少 往哪一方 西方 走幾公尺 十公尺 所以位移就是向西十公尺 位移就是向西十公尺 這叫做位移 可以嗎 有大小 有方向 我們學移單的第一份學移單的那個炮彈 炮彈 OK 另外一個叫做路徑廠 實際走過的路線的長路 叫做路徑廠 路程 第一張學移單 這要問你從 萊雅國中到台北車站 要花多少公升汽油那個 要是要走得多遠 因為多遠跟方向有關係嗎 沒有 就知道是二十公里還是十公里就可以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叫做路徑廠 叫做路程 實際上走過的長路 叫做路徑廠或路程 它是一個存量 所以它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剛剛講過的 第二 第一張學移單的那個 從萊雅到火車站的那個距離 就是只有大小沒有方向 所以 這個如果講位移是多少 開始在這裡 結束在這裡 位置也會移動 沒有 所以位移是多少 離 可是路程呢 先往東十公尺 再往西十公尺 所以總共走幾公尺 二十公尺 所以它的位移是離 可是路程是二十公尺 實際上走過的每一條路 每一條路都要算進去 叫做 叫做所謂的路徑廠 或者叫做路程 那叫路程 所以它叫做二十公尺 所以這個示範是位移是0 但是路程叫做二十公尺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動畫 跟你做說明 就是把剛才講的話再講一遍 現在走的 現在走的叫做路徑廠 你實際上走的多遠 就叫做路徑廠 這樣叫位移 從A跑到B 從A指向B 所以方向就是A到B的方向 大海又是這個線段的長度 所以 這樣 看你到底走了多少公尺 就叫做路徑廠 路徑廠 但是位移是這個 就是那條深色的線 有多長 就是大小 箭頭所指的就是它的方向 箭頭所指的就是它的方向 所以這個時候 位移跟路徑廠的分別 這裡是 在這邊一開始的學習的重點 一開始考試的時候 人家就會舉一個例子問你說 請問你這裡的位移是多少 路徑廠是多少 路徑廠是多少 到了後面 我們就不太管這件事情了 但是在一開始學的時候 在一開始考你的時候 我們會請你分清楚 到底什麼叫做位移 什麼叫路徑廠 給各位的第一張學習單 的例子就講這個 就要講這件事情 希望你能夠了解 能夠明白 拜拜